如今影视行业发展的越来越好 越来越多的明星开始跨界转型 做全能型艺人 比如王凯 凭借狼牙榜走红后 就参加了跨界歌王 无论是哪一方面 王凯都表现得非常好 而今年发展最好的男星朱一龙 获得了圈内很多前辈的认可 初到十年 朱一龙终于大红 而且也开始向全能型艺人发展 朱一龙出生于湖北武汉 从小学习钢琴 朱一龙的家境条件也算优越 朱一龙从小性格腼腆 不爱说话 加上学习钢琴 身上有一种优越的气质 但是却一直没有获得关注 之后朱一龙凭借自己的努力 考入被变在小期间 朱一龙就已经开了自己的演艺事业 被导演看中主演再生 原在影片中饰演男主阮音 刚出道就饰演男主 对很多演员来说都是很难得的机会 但是朱一龙并没有因此大红 之后朱一龙又主演了血色深宅 因为性格低调不喜欢炒作 所以朱一龙一直不温不火 自出道朱一龙出演了不少的影视作品 虽然一直不红 但他并没有放弃 因为热爱表现 所以一直坚持初心 十年磨练自己的演技 没有强大的背景 又不喜欢炒作 在娱乐圈想 红是很难得 而明星的人气决定了资源的好坏 但是命运不会辜负坚持奴隶的人 自出道朱一龙就认真 对待每一个角色 去年终于凭借镇魂火 得了大家的关注 在剧中朱一龙一人分是三角 把每一个角色都塑造得很成功 之后朱一龙又趁热打铁主演了 知否在剧中誓言小贡爷 虽然是难二好 但是人气不舒逢少风 甚至更胜一筹 虽然剧中小贡爷最初因为性格 懦弱失去至爱引发正义 但是朱一龙的人气依旧居高不下 最终凭借演技征服了观众 也成为2019年最大的一匹黑马 前段时间朱一龙参加电视剧品质盛典 获得两年度价值巨星和年度 受网络关注男演双荣誉的肯定 低调磨脸十年 朱一龙终于获得了这个圈子的认可 在舞台上很多前辈都对朱一龙赞誉有加旧 连毒蛇金星都神预言朱一龙能从朱年一直哄到龙年 虽然是玩笑话 但也是对朱一龙的一种肯定 不过演艺道路漫长 朱一龙表示自己会努力做一个有品质 有价值的男性 既品质胜电双荣誉后 朱一龙又迎来一个好消息 就是跨界合作点唐吉歌唱家董文花老师 一起演艺歌曲龙文 虽然是首支单曲 但是朱一龙从小学习钢琴音乐方面也是无庸置疑的 如今朱一龙也跨界开始向全能型艺人发展 虽然龙文还有上线 但是笑龙包们已经迫不及待了 提前送上祝福 并且对龙文组合被感期待 朱一龙刚进军了 谈就被殿堂吉歌唱家董文花也怒 相信未来的发展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 最后再问大家一个问题 猜猜歌词古今如一龙凤凰怎么断句